大家好,我是封印,欢迎收看封印解说三国沙 屏幕的左上方有我的邮箱根坑 大家但凡有好的视频,可以往我邮箱里面投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加我QQ 我们俩可以亲自交流关于三国沙的各种技巧技术 好了,废话不多说 今天是欢乐成双和猪连法董的娱乐局 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首先,这是一句欢乐成双的视频 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看,我们的队友选择了陶位 而我们是借贷的 而对方周泰家借关于这一种独播 而对于有箭的黄盖,除了多可以存一张牌之外 可是可以打出三道的,三道的男人借黄盖 一般的人最多能看两道 我们可以砍三道 当然现在有连弩 三不三道也无所谓了,对吧 而朝兵把最后的一张伞交给了我们 随着就出了一刀举划 对吧,这报名举划 打周泰该怎么打 打周泰,对吧 黄盖打周泰应该怎么打 这里就给大家见识一下 首先,黄盖打周泰一定不要无脑去苦肉 对吧,你无脑去苦肉 你无脑去不了周泰 同周泰,稳定的来说 不去武是很常见的 不去6,不去7 也无脑去小概率的准备 对吧,所以说他现在你可以视为他还有六七点血 六七点血 你通过暴,对吧 跟他打对暴 你是暴不赢的 你的血射不消 对吧,你如果轮轮苦肉 所以打周泰一定要放聪明 不要去苦肉,对吧 这也涉及到,黄盖在优势局里面并没有准备到苦肉的 在烈士局里面,对吧 你为了寻求爆发,你可以选择苦肉 但是在优势局里面,对吧 是没有必要苦肉的 因为你苦肉有的时候 整体你弃一张牌,摸三张牌 吃不到,黄盖在优势局里面的 对吧 在大多数里想起来,虽然是断的 但有些情况下,发动苦肉是亏的 而且你也会面临危险 你只要打电了周泰,一种纵盾 不要做了,就能慢慢给他耗耗,对吧 我们的周泰,已经成为了八十种人物 一臂之力,如熊虎,一股 终于,周泰是顶不住 我们的黄盖也是平稳的,获得了正向设立 本来像看到曹瑞助攻黄盖这一圈场 在后面,是告诉我们 如何把戒黄盖这个武将运好 在有辅助的时候,需要打出输出的时候 肯定是,无脑的爆发,对吧 无脑的去苦肉 但如果在对于一些,比较耐打的武将 像周泰这种武将的时候 千万不要无脑的去打对爆 不要无脑的发动苦肉 苦肉不是锁定剂,对吧 所以要慢的打 在没有潮流的抱养下 我们的季黄盖还是顺利的赢了这一局比赛 好,我们看第二局 第二局是猪猴法董的一局比赛 镜像啊,猪猴法董和关渡之战 都是比较火的两个活动性的赛事 这局有什么好看的配合 和好看的表演呢 我们发现我们的队友是一个六血大瞬间 对吧 六血大瞬间极限情况下 比末尔五七一的男人 而如何来包养我们这个身上枪呢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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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河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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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而我们又看到了一张新的装备 在下轮的游戏中 中间又可以让我们摸耳前一 当然这里我想跟他讲的并不简简式 猪头发动这么一个模式 主要想跟他讲 一些补牌 气牌流 过牌流 与孙上香等武将的配合 切记 小心行事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想告诉大家 包括孙姬拥有阴魂的一些武将 包括觉醒的孙侧 与哪些武将可以配合呢 首先与孙上香可以配合 无香可以配合 觉醒后的鼠香可以配合 对吧 布置可以配合 对吧 那包括还有灯爱也可以配合 包括还有灵桶也可以配合 所以很多武将都是可以形成配合的 而我这里主要想跟大家展示 这只是配合比较极端的一局 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六血的大瞬间 能跟孙上香打出无限的机器 无限的配合 现在基本上排队已经垒了差不多快20张牌了 顺手牵羊 看我的厉害 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尽力杀花雄的一个环节 如果这一轮没有推掉花雄 接下来我们获得的是一个摸四七一的一个大回合 当然估计 也估计这局也推掉了花雄 最后获得了胜利 好了 今天的对吧 欢乐成双 以及诸侯法董的一个环节 就到这里了 在今后的视频中 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活动局的视频 像什么关渡之战 对吧 以后的视频我也会给大家带来 我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麻烦去订阅一波 我的优酷空间里面 有很多武将解说的视频 包括一些对吧 思路分析的视频 武将解说的一些娱乐局信仰局 应有尽有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去订阅一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